您好,我们是爱生活爱旅行的福王家 我们现在到了沈阳故宫 沈阳故宫,虽然我们现在沈阳 但是我和小妹都有二三十年没有来过 然后儿子大于更是从来没有进过沈阳故宫 我们这,他是第一次 沈阳故宫是目前国内仅存的两座皇家建筑群之一 这里留下了一个奇社民族开国的历史往事 他见证了诺尔哈茨和皇太极注入天下的雄心 记录了清朝的开始 沈阳故宫是清朝发源地 清朝的开国皇帝诺尔哈茨皇太极的宫殿 迁都北京之前,他们一直在沈阳 就是这个沈阳故宫,也就是之前的圣经皇宫 这就是皇上办公的大政殿 和我们影子剧中看到的想象的不一样 其实大臣们在上朝的时候是在大殿外 因为沈阳故宫当年建得很小 皇上在大政殿内,大臣们在殿外 当然他每周只有两三次的上朝 不是每天都上 在宠正殿的门外有两个东西特别有意思 一个是这个,叫加粮 它是中国古代的标准计量器 也象征着江山万代国家统一 这个从物理上来讲是一个空间的一个代表 这个是日归,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计时器 它代表的是一个时间计量 所以代表着时空都归皇上管 沈阳故宫分别由努尔哈斯 皇太极和乾隆三代皇帝不同时期建造 这就是努尔哈斯办公的地点 努尔哈斯建造的东路大政殿和石王亭 极具满猛游猎民族行军大战军事政权的特点 中路是努尔哈斯的儿子皇太极建造的 融合了满汉文化的建筑风格 也保留了满族文化的鲜明烙印 皇太极是一位杀伐果断 阻止堕摩的郡主 在1636年登基称帝 这里成为清朝开国宫殿 所以圣经备受清朝历代皇帝尊为龙兴宝帝 从康熙开创了东旬圣经 他每次来圣经都住帐篷 到了乾隆时期 乾隆皇帝不能住祖先的地方 又不想住帐篷 所以就对圣经行宫大规模的扩建和改建 增添了很多建筑 还有后来的戏台长书阁 在关外的圣经留下了大清朝圣世文明的印记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子是乾隆在东旬时住的房子 这边是他的寝室 旁边就是他读书和召见大臣的地方 他们东旬来的时候 都是在这个不冷不热的一个下秋季节里来 所以也是没有这样的取暖的设施的 因为就只是小住几天 所以格局就也不是特别大 也是比较小的 乾隆皇帝的母亲就是甄嬛专的甄嬛 刚才据导游讲 如果有甄嬛的话 这边就是甄嬛曾经在这儿会客的地方 很多人知道黄太极和陈飞的爱情故事 这是陈飞海澜珠的官居 黄太极最宠爱的三位后妃 皇后 庄妃和陈飞 而这三位都是姓伯尔纪吉特氏一个家族的 孝端文皇后是姑姑 庄妃是陈飞海澜珠的妹妹 古代亲姐妹同是一个皇帝不乏一例 但姑姑和子女同是一皇帝却很少有 陈飞海澜珠是这三位最后一个嫁给黄太极的 当时她已经26岁 却因其清秀脱俗 知书达理 成为黄太极最宠爱的女人 入宫两年后 海澜珠为黄太极戴下黄八子 可惜夭折了 意欲成疾 黄太极依然对海澜珠疼爱有加 1641年 黄太极亲率大兵出征 得知陈飞海澜珠病危的消息 黄太极在做好军事部署后 匆匆赶回圣经 但是黄太极来不及见海澜珠的最后一面 海澜珠死后的第二年 52岁的黄太极 在圣经皇宫 清宁宫南屋床上驾崩了 这就是黄太极驾崩的地方 在清宁宫 黄太极在清宁宫的时候 东边他是住在南边的这个南炕 比较暖 然后夏天是在北炕 黄太极这位鹦鹉国感的 一代君王的铁汉柔情 为后人称道 逛完故宫 必须要吃美食了 我们现在吃的是中华名小吃 沈阳老字号 熏肉大饼 熏肉大饼标配就是熏肉 然后有肥瘦有瘦 当然一定要把这个大饼里加入 面酱和葱 大饼卷熏肉 吃起来没够了 小时候吃这个大饼啊 就感觉真是太香了 现在吃遍各地美食 再来这里吃 更多的是一种情怀 不过味道还是可以的 这就是福王家方式生活 如果你喜欢 请关注并长按点赞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对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